舉行一個祈福的儀式 在我們空軍嘉義基地海鷗救護隊的一位衣官 陳炳龍先生 今天來到我們 跟朋友一起要來到現場 但是因為我們海鷗救護隊 發生了一個意外 所以說他沒有辦法 本來是相約在 3月30號 以及4月7號的一個棒球的活動 目前我們國軍還在搜救當中 那今天他的朋友 他的官校的同學 他的所有至親好友 今天都來到我們的現場 接下來我們邀請到我們陳炳龍的 最愛的女朋友王思源小姐來為我們致辭 陳炳龍他好愛好愛綁球 他好愛好愛統一室 在醫院實習的時候 他再忙都要把病例搬到電視前面 一邊看電視一邊把病例搬完 他在部隊值班的時候 再忙都要把公文搬到電視前 一邊看著統一室的比賽 一邊把公文完成 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對於棒球一敲不通的我 他總是細細的跟我說著 棒球的風光式 一邊牽著我的手 一邊幫統一室加油 在總決賽開賣前半個小時 他就搬著椅子坐在iPhone前 為了要買到最好的位置 彭統一室泡彩蛋 謝謝統一室給陳炳龍好多好多 很美好的回憶 跟很美好的時光 我相信炳龍今天一定跟我們在一起 幫統一室加油 他熱愛棒球的精神 永遠都會跟我們同在 統一室加油 中華之報加油 陳炳龍 你有沒有看到 大家都在幫你加油 好 謝謝 我們感謝我們黃小姐 為炳龍加油 那我們也希望老天爺 能夠給我們一個機會 讓炳龍能夠平安的歸來 那接下來在我們炳龍的 所有的好朋友好同學 也要來獻給所有現場的球迷朋友 一段炳龍祈福的影片 炳龍祈福的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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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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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